然後下面又看有一堆飯店 然後再往這邊看過來 就是這裡有達郎布的部落 達郎布那個問題大家可以上網就查 就是其他有很多故事 那在往南 在落敏水利發電 其實在之前最近可能有一個就是 他在水連那一帶有一個水利發電廠 活力發電廠被擋下來 可是現在又載入起來 然後在往南有很多 像大農、大鋪、平地森林遊樂區 那個地方是一大片的森林 一大片 就是我們自己開車 我很喜歡經過那邊 那其實那邊的森林也是就是富裕很久 因為他其實在往山坡的地方走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有那種 像就是有颱風來 然後整個村落滅村 都土石流掩蓋 就是相關新聞有好幾個村落 幾乎隔幾年會一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那邊的森林都是富裕很久的 那甚至在那一帶有自強外遇 就是全台灣最美的監獄 那他們會帶那些獸型人出去 然後幫忙種樹 賦予樹林 可是現在下一片樹林藥 現在是要叫森林遊樂區 但是其實就是根據我們內線是 他們是覺得說 富裕其實覺得森林遊樂區有什麼好玩的 他想把這片森林砍掉 還有要改全台灣全亞洲最大的F1載車廠 其實大家聽得起來很荒謬 可是我們大家會覺得他會做到 就是依照我們一直跟他 往那往那過來他一定會做 只要他可以 但是其實這邊的林務局 他們是現在是願意把 就是這塊土地的經營權給原住民 可是現在原住民在這邊主要經營議題的是 阿美族守護聯盟 那他們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要求跟有一些條件 然後跟我們這一邊幫他們談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想要完整整塊土地就還他們 因為阿美族守護聯盟出來是喊 還我土地這樣的口號 那這邊還有很多很困難很衝突的族群議題 比方說大家會覺得像如果阿美族要要回那些土地 那住在上面很多的漢人類 就是也沒有辦法解決 他們也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 變成我們三方都各有立場 然後再往南就是這一系列的都是 像萬里水利發電廠是最近的 然後和平秀林鄉水曠 那個也有一些故事 就是反正現在那邊原本是渝村 可是現在那邊原住民都只能撿石頭 變成超級低價連工 像這邊的話這個是台東的 台東最近最快速的是三仙台 因為六皇宮集團要在那邊就是要開發 那光是三仙台這個地方 就有大概三個BOT案 整個花東的沿岸、海岸有18個 我們估計大概有18個BOT 然後再往南去 就是大家有看到山源海岸這邊 美麗灣渡假村 這個美麗灣渡假村已經蓋好了 而且蓋得非常醜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 就是我們其實建築系的學生 自己看到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改成自己叫美麗灣 因為那個美麗灣是他們取的 我們自己人會叫他們山源海岸 那他們現在原本是說海邊不會圍起來 但他們現在蓋起了圍牆 而且在海邊喔 但他們蓋起圍牆 在圍牆旁邊開了一個游泳池 就很奇怪都在海邊了 然後他還在海岸裡面開個游泳池 而且他現在已經開放 就是可以進去 但是現在是號稱不收錢 但我們知道明年十月就要開始正式收費 就連進入他們的園區都要收費 這邊有個次童部落 次童部落其實本身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他自己本身是一個人口外流太嚴重的部落 那但是這個美麗灣進來之後 就加速了他們整個部落的瓦解 因為很多部落的人民不願意離開 那他們現在已經被被迫原本住的地方都被拆掉了 然後往別的地方 邊邊的地方自己蓋體皮屋住 但是現在每天還是在抗爭中 因為就是那些地方也要繼續擴建 因為美麗灣渡假村還要擴建一千 我不知道幾房 大概至少幾百房左右 所以他還要繼續擴建 花蓮非常多 跟台東非常多的飯店都要擴建 那在往南這邊 有徵求民間參與投資金融溫泉區 然後一直往這邊 還有阿朗伊古道路開發案 阿朗伊這個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最近阿朗伊會一直在辦活動 就是號召大家去阿朗伊走走 想要守護阿朗伊 但是他這邊的規劃案是都已經做好了 就是現在也在抗爭中 可是我們人真的很少 你看這麼多開發案 然後就大概 花蓮大概就二十幾個人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有這麼多花蓮台東的開發案 而且你回到台東部落 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 因為台東原住民 其實有一些人比較會被錢吸引 那但是有一些人覺得他們想要守護 也就是說部落間他們自己也有喬不容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去談又有外來客的問題 他們說你又不是有部落的人 你會養我們吃飯嗎 就是這整個是我們經營花蓮台東議題很大的困境 然後往旁邊看紅色的那一帶 全部都是現在其實還有更多 這是已經確定知道 而且大概知道內容的開發案 然後因為時間問題 所以我不會講太詳細 然後就是這個是已經整理好 目前確定要先蓋的 呃台東的話三仙台啊 然後大概三仙台這一大塊 還有都蘭比山園 然後跟綠島 綠島要開個大飯店 然後花蓮海洋公園第四次變更擴大 花蓮海洋公園之前他進來的時候就為他開了一線道 開了四線道 而且四線道只開到他的入口那一附近一段 接下來沿寮漁村整個沒落了 沒有人都走了 然後繼續兩線道小線道很危險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居民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補償金的問題 剛剛講到刺同部落 台東政府怎麼解決他們的問題 他們就是也不用什麼徵收 他們直接指稱說他們是違建 所以可以拆他們的房子 再加上這些原住民沒有當地的地氣 所以原住民沒有任何可以抗爭的工具 那除了這個問題 在花蓮 雖然有地氣沒地氣的地方都面臨中文 有地氣的地方就是可能原住民剛好有那邊的地氣 然後但是就是像和平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和平港 然後那邊原本是一個漁村 然後就有人進去 就是反正就是說會給他們一筆錢 然後但是原住民可能在那邊沒有辦法做好財務管理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教他 那也沒有後續補償金 甚至任何工作的保障 所以現在那邊原住民只能解濕頭 那他們當初拿到的錢就是那一代也就跑去買名車 然後喝個酒就名車就中爛了 然後現在就是名車也沒了 錢也沒了 房子也沒了 地也沒了 漁村可不可以捕魚 不行 因為採礦業的發達 然後所以他現在也沒有辦法 這是大概的現況 然後我們要講的是 因為這些開發案為什麼有這麼多開發案 因為大家都說花蓮跟台東是自然美觀光資源很棒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來這邊 可是從以前到現在 花蓮一般居民的所得並沒有增加 而且社會不利沒有變好 那財團一直進來 可是現場都會說花蓮變有錢了 但是錢去哪裡了 然後每天都有原住民的部落不見了 或是原住民的部 在副里六十幹山那一帶 之前就是有一大片就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然後但是他們有一天墓碑上面被貼了一張紙 請在五月三十號以前 把墓地移走 以立觀眾開發 據點 沒有任何的公文 沒有任何的解釋 然後六月一號怪手就來了 所以那邊部落人 那邊部落人就是有一些是坎晶部落的人搬 就是回去有一些墓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六月一號就要站在那邊 就是以肉身打怪手 那這樣的事情在花蓮各地還有台東各地每天都有 就真的是有點辛苦 因為每天都有 然後另外一方面原住民 原住民還有傳統領域問題 那還有他們地權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們講開發的話 那我們自己 我們在花蓮是弱勢超級弱勢 因為大家都會說如果沒有這些開發 那誰給我們錢 那我們要給哪裡有飯吃 我們年輕人會來做這件事情 是想要找回家的路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現在 中華人說浩天一直在發展 可是我們到現在是八九回去 還是只有賣麻糬 撿樹枝 然後還有折免費的路 然後但是每天一樣有人被趕走 而且這麼多 我實在沒辦法跟大家講太多的故事 然後每天有樹林不見 新飯店出現 還有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經營這個議題的時候 會被政府操弄成 我們是台北來的外來客 台北來的假知識分子 所以大家居民一聽到我們 就會覺得 對你們這些假知識分子 你們都號稱愛花蓮 可是都不管花蓮人的死活 可是即使我們自己是花蓮人 我們都會被說成這樣 所以造成我們在當地講座談會的時候 很容易會當地居民會反對 那我們在台北講座談會的時候 台北人會說 那怎麼辦 我們就是想去花蓮度假 就是那花蓮要怎樣更好的開發 就是有太多問題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其實我今天來這個場合也是想 因為我知道東部議題也有點太複雜 而且花蓮人不太想碰 因為光是我爸就贊成舒嬅改 他甚至想要舒嬅高 他知道我弄這個東西要超生氣的 然後 他說你是不是又在弄那個 你幹嘛又回來 就是覺得我又回來開會了 就是就連在家裡都會有這樣的隔閡的問題 然後所以今天只是大概跟大家講說 花蓮台東現在正面臨超級大規模的開發 尤其是前陣子通過了花東開發條例 他會把這邊87.5%的土地大規模的釋出給財團使用 而且有400億的資金進來 但是條例裡面沒有明確規定400億給誰 那他社會福利 照理說社會福利的那個金額應該要高一點 可是他沒有寫 那他整個開發中指是一例觀光開發的話 他應該是大部分會主力給財團 然後所以我們是有很大的危機是 我們覺得花蓮會變成都是財團在賺錢 那人民還是一樣可憐 甚至之後我們會失業只能解濕頭 然後但是我們現在在經營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遲遲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跟當地人的衝突 甚至我是當地人然後我也被撕裂了 所以就是很難一使用很短的時間跟大家講 我們中間有多困難去經營這個議題 所以這個花東的東西一直沒有辦法很出來的原因 也在這邊 因為我們如果想辦法遇上新聞媒體 那就會有不同的當地居民聲音出來 的確那是真的聲音 但是這個東西牽扯到未來的問題 那又有太大規模的土地 所以很難一時去解決 那以上就是現在是東部的線塊 然後做一個大概簡單的分享 謝謝